出动右车将棺木放入货船 021次翻覆的三无渔船 也用大型货船送回对岸 而下一步呢 就是来到这个金门的廖罗湾码头 将中国罹难者的遗体 以及当时这个渔船送回中国 而海巡署呢 在这个过程是一路全程的紧盯 协商上午9点开始 经过一小时会谈 结果出炉 双方善后协商 终于达成共识 希望台湾以关方面 积极落实纪要条款 让遇难者安心 给家属一个交代 这要归功于两岸 持续不断的努力 我们会积极落实协商共识 分开谈话 但立场很一致 据了解能重启协商 双方都各退一步 我方态度从执法正当 转为死者为大 陆方也不再坚持是恶性壮传 共识书上写下的是突发碰撞 在用字上达成故事 协商后家属签署两岸文件 完成公正程序后 回大陆才能办理出户 而外传给罹难渔工一人 150万人民币的抚慰金 我方不愿证实 两岸协商的共识 那目前还没办法对外报告细节 另一头的殡仪馆 还委会副主委 则针对事发当下没录影 再度致歉 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 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建议 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 两岸本就一家人 随番复案达成共识 为两岸关系迈出第一步 遭大陆海警滞留 数个月的湖姓调克 八月爷有望回台 TVBS新闻全员 婷秋万人花正森 金门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